據美國肺協會在週三發布的報告顯示 舊金山進入了全美前十大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地區 如何維護灣區良好的環境成了民眾關心的話題 根據美國肺部協會發布的這份報告顯示 總體而言 灣區全年污染在全美排名第四 使得當地居民萌發心臟病 哮喘和肺癌的風險增高 盛華金縣成為全年具有污染最高的地區 因為這裡遭受了嚴重的柴油廢棄 木材燃燒 野火等煙城污染 也有氣候變化以及近期嚴重乾旱的因素 如何使灣區的空氣質量有所改善 最近我們的董事會就通過了一個新的空氣品質與氣候變化的計畫 那個名字是2017年捷徑空氣計畫與區域氣候保護戰略 就是目的是在灣區九個縣的空氣品質有所改善 灣區空氣質量管理委員會提示大家 其他能更好改善空氣質量減少碳排放的方法 保護環境 每個人都可以盡自己的一份責任和力量 新唐人記者錦亞蘭綜合報導 我們可以推測無言的責任 解決議員 保護安全 然後 交替